若说人生如梦,万事万物皆因梦而生,而当梦破碎时,人会变成怎样? 匹挂玄境,昆上砍下,挂境依据人心所欲,先让人得偿未来夙愿,享受此生极乐,之后又将美梦推翻,变成自己最不愿面对的失败一面,使人大受打击,从此一蹶不振。 盟主着不反火凤凰三人被吸进匹挂之中,恢复心神时,发现置身于一片遍地海谷的荒凉战场,周围充满了血腥腐烂的气息,突然一辆骷髅马车几尺而来,带着几人来到一处极尽奢华宏伟的皇城之中。 金鸾圣殿中,满朝文武争相朝拜,仿若一切都是为盟主到来而准备的,就在盟主来到自己梦寐以求的龙椅跟前,一满志德之时, 默然回首整座宫殿,突然变得残疚不堪,闻五百官进阶化成一句句枯骨,死气沉沉。 原来刚才所见,竟是南科一梦,此时另外一个自己,身中数剑颓坐在龙椅之中,刹那间美梦破灭,仿如应验了鬼谷子曾经批言,聚皇者之能,可惜生不逢时。 盟主以为这就是自己将来的下场,一时间万念俱灰三魂离体,眼看就要心灭堕入万劫幻海。 卓不凡推测出盟主真实身份,遂出手以回魂府相救,恢复过来的盟主终于到处进入万劫之门的真正目的,为了寻找伏羲所持天神兵,十方俱灭。 远古时,伏羲是领悟乾坤傲义,修炼成玄音内丹,质达苍穹。 原神神游太虚时,偶遇原始天尊地做其神兽龙马,龙马欣赏福系的神通智慧,于是与其结伴而行。 一人一兽来到南天门,却被天界的雷弓殿母拦下。 二神手中各持神兵雷减电叉,而两者和一时正是十大天神兵之一的惊血。 惊血乃是玉帝以东西方迹经铸成,有驾驭雷电之威能。 龙马擅自带凡人来到天庭,违反天规,遭到雷弓殿母攻击,惨被击断四肢。 散落的四肢竟发出灵光,幻化成四柄八卦之架。 伏羲悲痛回击,可惜仍然不抵手持神兵的二神。 这时,龙马吐出自身纯阳真元与伏羲悬音内单相结合,四柄八卦之架也跟着受到牵引拼合, 最终成为一柄包含无穷智慧玄机神通的天神兵十方俱灭。 伏羲未替龙马报仇,事不罢休。 凭借十方俱灭,八卦锋芒掀起百丈波澜,不仅轻松击败雷弓殿母, 更是以一敌百,大败随后而来的太乙真人等一众天兵天将, 一朝地转星移,引得九天之气席卷而下, 使得无数天兵天将瞬间死伤过半,众神无不为之惊举万分。 九天玄女见伏羲大义凛然,并非邪魔之辈, 主动前来带领伏羲来到天际法网, 解释天界为何定下如此苛刻调规, 实是为了守护法网,让天魔不再出事为患,逼不得已。 伏羲自觉有愧,知晓苍生大义, 重返人间截至专严阴阳八卦悬术,推算出法网终年耗损, 而天魔休养生息,此笑笔掌终会脱困。 于是与随之下凡的玄女寻访四方,探查到捉戮是法网最脆弱的位置。 为了制止浩劫降临, 伏羲遂重返天界向雷公殿母借取惊邪作为驱动, 随后来到天界第一重天, 摇池所在,手持十方俱灭, 舍身跳入摇池圣水化为大智慧球。 最终构建成为人间灭邪玄网, 与天界天机法网遥相呼应。 大智慧球玄妙莫测,能知过去未来, 百年后被赤油发现,从大智慧球中预知出自己将惨败于皇帝, 随大兴土木建造赤油密窟,将自己葬身玄网, 还把自己曾经击杀的三十二名神魔尸体也封于阵内, 留待重生后为自己所用。 九天玄女碰触大智慧球也预知到未来将要发生之事, 于是效仿夫夕投入烈火帮助皇帝铸成天神兵太虚, 数百年后大羽为帝,赋于太虚的玄女献出原理, 将福西的义举告知大羽,希望大羽以凤凰将福西复活。 大羽得知圣人福西功德,深感敬佩,将所有事迹编注成一侧神典, 后被天地盟主所得。 大羽死后被风水神,凭借神力进入玄网, 将最后一片凤凰银甲投入大智慧球, 让福西可以依靠自身神力结合银甲召唤凤凰凰复活, 可福西始至防卫天魔,不愿复生将银甲弹出, 银甲碰巧嵌入赤油尸山,赤油此时已经身死, 只能等待凤凰九甲归一,降下神鸟复活自己。 画面回到万劫秘境,盟主听从卓不凡指示, 以自身皇者之血,接引符咒之力复活幻境恶龙, 几人成功破除匹挂玄境, 由未来重返现实,穿过一条蔚蓝修长的光束来到灭邪玄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